大家好 21点10分了啊 11月29号了 马上就11月30号了啊 这有一段文字啊 也算是有个消息啊 一个比较重大的 带有指标性的 风向标意义的 一个消息啊 我跟大家分享啊 是这样说的 说反垄断和查处 偷漏税的力度突然加大了 一方面是为了 所谓的共同富裕给铺路 一方面啊 是为共同富裕铺路 或者叫开路啊 一方面是财政状况 很不乐观 江浙户啊 江苏浙江上海 基本上这一块是中国最富裕的 对吧 江浙户啊 江南水乡 鱼米之乡 乡镇企业啊 苏州工业园 大上海 是把这个杭家湖平原 中国最好的地方 对不对 历来啊 从古至今 基本上从唐朝以后啊 江浙户就是中国最好的地方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对吧 江浙户已成立了 降薪办 降薪 降薪啊 薪水的薪 降工资 办公室啊 江浙户已成立了 降薪办 公务员全面降薪 啊 所有的公务员啊 要全面的给降工资了 不过我觉得啊 其实早就该给他们降工资了 真的 都是酒囊饭袋 都是昏昏噩噩 混日子啊 我之前做节目 我曾经说过 中国的公务员 中国的很多政府机构 公权力部门的设立 不是为了方便人民群众 而是为了为难你 为了控制你 操纵操控 掌控掌握 反正这些词 在我看来 基本上都算负面的 他不是为了方便你 啊 不是为人民服务 说是为人民服务 根本就不是 眼睛都看着上级 一层一层的 一级一级的 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 这个社会本身 这个体制本身 根本就不是为了老百姓 不是为了老百姓的福祉 是为了控制你们 从你们身上得到税 得到钱 你们还得听我的 哎 是这样啊 那么成立了疫情基金 这两年不是有疫情吗 疫情基金 扣除公务员一部分的工资 来充实这个疫情基金 确实很多行业 是吧 现在都出口也好啊 实体也好 房地产也好 这些行业都不乐观啊 大量的人失业 政府能够掌控的掌控的这个裁员 这些钱在急剧的减少当中 苏南各类补贴停发 苏南南京也算苏南吧 但是南京不算典型的苏南啊 虽然是江苏的省会 民国的时候南京是国都 省会是苏州啊 就是苏西长吧 苏州无锡长州啊 现在又有什么江阴吧 反正是苏南地区啊 各类补贴停发 年终奖 年终奖过去那公务员 或者国企央企 那年终奖是大头 平常那点钱 那都是小钱啊 年终奖减30%到40 降薪三到六万 应该指的是一年 是吧 不是每个月 每个月没有那么多钱 是吧 三到六万 然后苏州的公务员 普降七万 苏州要没有人家 新加坡那个叫什么 淡马锡投资公司吧 新加坡政府的 在那搞那个苏州工业园 苏州也没这么火 对不对 苏州主要离上海近 有个火车站 叫硕放吧 是吧 浙江停发补贴 浙江啊 这个缓发或停发部分 绩效奖金 有部门的一季度的奖金 全部退回了 一季度 今年一季度退回 或者叫追回吧 反正跟你要 你给不给 我听说湖南和江西那边吧 湖南或者江西 好像去年吧 还是今年年初 啊 这不是教师 啊 这个这个 觉得不平衡 去告那些公务员吗 啊 结果呢 就连教师的那些多发的钱 奖金之类的都要求你退回 你不是互相咬吗 啊 狗咬狗吗 互相咬吃啊 咬吃来咬吃去 政府不会吃亏 只有你个人去吃亏啊 上海今年公务员绩效奖金 全部取消 重大活动的奖励减半 啊 拦腰啊 拦腰 全年到手的钱啊 就实际到手的钱 减少多少呢 五万起 啊 最少五万啊 那不是跟刚才说那个苏南差不多吗 啊 三到六万 最多七万 苏州是七万啊 十三星和年终奖进一步削减 过去是一年十二个月 多发一个月的啊 十三个月的 有个别的可能十四个月 年终奖也都削减了 公务员 公务员之前打折扣的个税啊 个人收入所得税吧 个税以后要全额缴纳 之前给他们打个折 少交点呗 现在全额缴纳了啊 公积金 公积金也是他们的工资外收入之一 基本上是跟工资一块发的啊 有可能削减或取消啊 我看这个大概率是很有可能啊 余粮真的不多了 过去政府收上来税啊 这个有了财政收入 首先就改善公务员的这些待遇 实际上他们就是一些 不能说坐吃山空吧 反正就是既得利益啊 就是盘剥其他所有的劳动者 盘剥全体人民的啊 现在看来啊 公务员的苦日子来了 但是公务员的苦日子都来了 那老百姓呢 变本加厉雪上加霜 只会更加严重啊 而且这是中国最富裕的三个省啊 是吧 不知道广东怎么样 广东可能目前还能维持啊 这中国比较好的这几个省北京 是吧 北京其实早就不行了 弄了一个副中心在通州啊 又弄了一个雄安新区 这都是瞎胡搞啊 把这个力量 把这个财政的钱啊 各方面他给分散了啊 本来都集中的首都这一块北京还凑合着 现在北京也已经很萧条了 而且之前瞎胡搞 搞什么什么疏解 非首都核心功能 是吧 瞎胡搞 中国就是领导人拍拍脑袋瓜子 想起一出是一出啊 换一个领导人就折腾一回啊 就否定前朝啊 彰显自己个儿啊 瞎胡搞 完全瞎胡搞 这几年就是加速吗 加速是吧 加速的大踏步的倒退 啊 这个官员啊 你说他不贪污 前两年搞反腐 当然啊 收敛了一点 这两年又开始了 是吧 这个中国就是这样 你要根除腐败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江泽民 胡锦涛 包括邓小平时期 官员 没少贪污 但是老百姓啊 像我这样的小买卖人 能挣点钱 啊 从一尊一上台 小买卖人都纷纷破产 转行 资不抵债 倒闭 是吧 现在连什么街上摆个小 小吃摊啊 是吧 弄个服装店 啊 这个马云他们这些 一搞这个网购 是吧 实体都完蛋了 中国已经千疮百孔了 资不抵债了 现在就是拆了东墙 补西墙 开源节流 现在开源很难了 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啊 亚非拉那些穷国 已经在替代中国了 那些外资很多都签到了 包括中国自己的企业 都签到了越南呀 柬埔寨呀 印度啊 孟加拉呀 什么厄瓜多尔呀 什么菲律宾呀 墨西哥呀 是吧 中国已经都是个空饶了 喊口号 喊这个什么世界工厂 前两年都变了 你看新闻联播 啊 我们世界工厂 呃 现在我们要变成世界市场 你中国人 大概 月薪在两万人民币以上的 只有六千多万人 也就占总人口的 百分之四点多 如果十四亿人口是真的话 对吧 真正有购买力的人能有多少 也就顶破天了两个亿 对吧 可是欧盟呢 欧盟就有七个多亿的人口 美国三个多亿 加拿大三千八百万 澳大利亚两千多万吧 对不对 日本一个多亿 韩国差不多五千万 啊 包括香港 是吧 七百多万 台湾两千三百八十万左右 这个 只有这些国家 才有购买力 对不对 中国是啊 十四亿人口的大市场 李克强都说了 有六亿人月工资 才一千块钱 有九亿人不超过两千块钱 他能有多少余钱去消费 啊 即便有六千多万人 月薪在两万以上 两万以上 他每个月还不还房贷 他的钱是 他那个买房的钱 是一次性支付的吗 有这么高的 啊 有这么强的实力吗 对吧 有几个人是这样 一想就明白了 拿脚后跟 是吧 拿脚后跟就能想明白 啊 不用动脑子 对吧 你只要没长着 你只要长着眼睛 眼睛没瞎 心也没瞎 是吧 只要耳聪 目明 心明眼亮 一看就知道 这八九年 一直在倒退 倒退 倒侧 倒侧 就是 是吧 大家过苦 你只要不要 你只能能帮我 你只能帮我 你只能帮我 你只能帮我